全部馬不準備,妥當第九場二班千四米的賽事 立即展開,各族準備 王旗舉起 一開閘了,前面快閘的馬,中間有福毅 邁邊帝聖神區,最初有正視李鴻福滿滿 大外當還有一隻聖木鳴駒都擺前 再跟著後一陣,有齊歡笑勁飛翔內蘭勝利之聲 大躍向這個就尾錄到 紅黑直尖衣,有這隻魔法豪情 在後面有好心思,尾四內蘭淺紫藍衫 有這隻酒磁磚,拍著他外面黑衣,飲食世界 尾指就是川河晚區,包了什麼金臭 接近這個香港體育園灣,聖木鳴駒帶頭 不知道你猜不猜到 第二位洪福滿滿,第三位內蘭正視李 第四位黃衫,還有這隻福毅 紫色頭罩第五,還見到有這隻帝聖神區 跟著黃衫後面那一匹,紅黑直尖衣,就是這個魔法豪情 跟著的福毅來跑 再後面的馬,還有這隻勁飛翔 三疊,在外面黑衣黑眼罩那隻,就是飲食世界 後一點才有齊歡笑,好心思,穿河晚區的馬 入正直路,前面聖木鳴駒,鬥緊紅福滿滿 中間白臂菇上來,就是這個福毅 騎一下,後面有馬追的 有這隻就是魔法豪情 再跟著後面,還有這個飲食世界 最後200米,外面就是這個魔法豪情 一鼓作氣上來,埋扁的福毅 現在又撞他了 再後面還有飲食世界 最後100米,魔法豪情,鬥緊福毅 福毅又捲上來,兩個脈相當接近 看來終點那一步,好緊要拍照 上立落,沒得看,真的要拍照 埋扁就是福毅,外面就是魔法豪情 人家又撞著了,你還在那裡望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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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100米,重新發力,撞上來 外面10號,找魔法豪情 裡面,白臂菇福毅,哪隻影贏啊 兩大節目,鬥得難分難看 好看啊 中點前這一步 暫時還是10的 但這裡就... 過中點呢? 很近,真的很難看 看不到 一上一落 過中點前幾步都還是魔法豪情 但點前那一步就很難說 第三,第聖神區 第四就是飲食世界 因為那隻魔法豪情 全程走三疊 那一幅藝就是這樣 他真是好好鬥心 好像他季初 贏第聖神區那樣 他真是死了你的 他一直看著你,就不讓你過 看他的眼睛 真的很好馬 看誰贏 最記得就是那季初 第聖神區 想著這麼冷門的 誰知道都是贏不到的 重要的那場 第聖神區也是那些慢步速來的 所以說第聖神區 其實幾場都是慢步速 不是那些很厲害的賽職 不過蘇惠賢保養得好啊 今天都力鬥回來 捱月第三 補回著那些單T2 89元 偉達 鬥爺莫雷拉 三邊 不過感覺上也是 因為始終魔法豪情是初出 他不敢 將日馬騎得太盡 是會 傷的 不要影響日後的部署 不過拉斯他真的弱了一點 如果他也 夠狀態的話 他可以一直壓著你 始終犯犯輸給你 現在 看短距離分勝負那裡 反鏡那裡 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真的 其實也有些運仔 真的有運仔 這樣下去就是 真是 贏過一顆黑頭 那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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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顆 第聖神區 然後飲食世界 好心思都勤 聖夢明區 也不是在裡面捐 今天放頭跑 十四當 對 真的 狀態不太足 沿途虧位 都輸一顆給你 看魔法豪情有多厲害 十一檔 莫雷奈 走位 始終真是虧 沒有辦法 當位一出來 已經先虧了給你 看到中間 福毅 以為他會搶很快 他不是 看一看裡面 第聖神區 在這裡 然後再進去 武馬快 看外面 聖時里殺 熊福滿滿 醒夢明區 十四當走在前面 結果的效果真的不行 這裡再看後面 勁飛翔 然後齊歡笑 魔法豪情死了 在那三疊 網紅 都不害怕 莫雷奈 應該控制得到 在他後面就是飲食世界 然後見好心思 勝利之聲 再厚一點才是 川河晚區 金秋 包在裡面就是 那隻走志磚 幸好那隻 魔法豪情 沒什麼厚 這些馬 望空的影響 相對其他 比較小 容易上口 搶口的馬 其他 真的跑光給你 這兩隻 今天真的是一樓頂 最高這兩隻 其他都不是很小 怎麼看 質素上 跟這兩隻馬 帝聖神 他就跑過菲子 既然還是好在狀態 偉達就等你上來鬥 這裏 一鼓作氣 莫雷拉過了成過頭 你看他的身位 挺明顯 偉達一落邊 打他上來 結果押下去那一步 張贏 搞定了 廢柄 福邦言筆 派賽作實 好看啊 這對馬鬥德 為止 7搭10派25元 7搭13派36.5元 10搭13派37.5元 4條萬派146元 四大熱門